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另外一名证人是负责为有品制定检验标准的前卫权中央研究所研究员王浩玉 他则证称 研究所是依照CNS的标准制定厌油的规范 这几位卫权前员工的证词显然都对魏英聪有利 看来在彰化地院获得第一起官司胜诉后 魏英聪和律师团试图在其他油品弊案中一一突破 继续力求无罪 记者蔡桂林秋福财台北报道 石安新智上路 食药署强制的要求 上市上跪的食品业者必须在这个月十号之前设立实验室 不过外界质疑 食品业者自己设立实验室的可信度能有多高 食药署强调 政府都有完整的管理与监督 不会放任业者自行检验 近年来黑心食品频传重创台湾形象 食药署依最新的食安法规定 强制要求上市上跪的食品业者必须在12月10号之前设立实验室 并拟定三级品管 除了一级品管是由业者自主检验外 二三级都由食药署把关 目前国内38家食品大厂都已经完成设置 这级品管验证的时候 主要就是要去看它的追溯追踪跟这些检验是不是有确实 那做三级品管的时候政府也会去做机查 食药署表示 业者自主检验的项目包括原料半成品以及成品 而这些检验报告都必须留存在公司提供查验 当业者完成一级品管后 政府相关单位会再到食品工厂 对产品源头做追踪追溯进行验证 不过对于政府的这项食安政策 被视为食安模范生的义美食品总经理高志明则表示 不能靠检验去解决所有的食安问题 我个人非常反对靠检验去决定一切 因为我一直讲如果人类要吃的东西 是必须靠检验结果才能够判定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悲哀的 所以基本上我是认为要回归到阳光空气水资源 然后土壤的保护去做 另外针对顶心饲料油案无罪引发社会的哗然 卫福部长蒋炳黄表示 判决的确不符合社会的期待 面对外界质疑卫福部提供资讯不足 才会导致无罪的判决 蒋炳黄说食安法定定的很清楚 卫福部也已经充分提供检察官资讯 记者为了林国宏特报导 再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头条 一样都是顶心列油案 一审判决无罪的相关报导 而自由时报的头条是说 联发科近年来在台湾收购IC设计公司 又邀请中资入股 引发了中国入股 可以控制不同技术领域公司的疑虑 而了解完三大报头条 接着来看到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面临保一大作战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一号率先批评 表示朝野两党现在都在专心拼选举 没有再拼经济 不仅气没订单 面板大厂华印迫于无奈 成为首家实施无形架的电子业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有感而发 炮红政府也在放架 放的是选举架 不少工商大佬感同身受 认为朝野各党 现在只拼选战不拼经济 企业界忧心截至目前还看不到各党的经济政策牛肉 从现在到明年520交接 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恐成了空窗期 如果以看守政府的心态做事 明年台湾经济会比今年差 不管是哪一个政党 我们都希望能够多 能够让它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经营环境 我们在乎的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 我们不是重视那种短时间的一些活动 台湾经济没起色 加上各国都在策动区域经济整合 内忧外患夹击 明年经济要好真的很难 郭台铭认为 不能等到明年520新就任总统交接才做 恐怕得尽数成立跨党派的经济对策行动小组 经济部长邓正中则回应 政府会做到最后一天 强调不会有一天的放假 记者黄立委 高铁专画站已经通车 专画县长魏明谷透露 脸书向中了高铁产业园区 有意要投资100亿设置资料中心 虽然脸书昨天发布了官方回应 表示资料中心的地点尚未定案 不过有专家认为 一旦脸书进驻 对于相关产业链来说 会带来力多 高铁彰化站落成 彰化现场魏明谷看好当地的发展 也宣布脸书将投资百亿 在连进彰化高铁的产业专区 新建大型资料中心 目前日在积极洽谈当中 这座资料中心预计占第六公顷 一旦建置了 将成为脸书全球第六座资料中心 不过县府坦言 目前还有水电的问题要解决 贡水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那电力的问题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时程要五年 那连书公司他认为说 这个时程太长了 彰化县府表示 之所以选定在彰化 除了结合当地高铁连接的交通优势 也看好台湾位在亚洲的枢纽位置 这也将成为继搜寻引擎龙头Google之后 第二个在台湾建置资料中心的云端公司 虽然彰化县府高度期待 不过学者表示 短时间要解决就业和带动当地的发展 确实有难度 主要的基础的设施就是在于网络 跟这个伺服器的这个设备 然后可能就是还需要各式各样的 他们架设在这个硬体上面的 各种的分析的这些软体 所以需要的维护的人力 其实并不是很多 学者表示 由于资讯处理的伺服器数位化 需要的人力极为精简 整个Google张宾资料中心 大约就只有60多名的人力 短时间要解决就业问题效果不大 不过如果使用台湾的硬体 将会带动相关的产业和供应链的发展 对经济是一大利多 金额林健身奈士杰 彰化台中报道 经济部推出节能家电补助 已经开始申办 补助金额最高2000元 不过不少民众担心预算有限 补助款一旦用完了 就会提前结束活动 因此有不少人是直接零柜 办理退费 只是全台只有25个点 人力跟窗口都不足 让大家是抱怨连连 中华电信新装门市一开门 挤满人 这些人可不是来买iPhone 因为手上几乎都拿着发票 保证书一叠厚厚的文件 为的是申请节能家电补助2000块 为了这2000块 这一等至少花上一个小时 民众抱怨实在没效率 只因为经济部活动宣传海报上 虽然写着活动截止日期到2月29号 却另外加注一行字 写着补助款用庆会提前结束补助 才造成民众排队强领补助 我看应该要排三个小时要吧 补助款像没有的就没有 要是我游戏的话 5天后或是6天后才收到 那刚好款项没有了 对那我就没有了 那我还是现场来比较好 节能家电补助项目 包括节能效率 在一级或二级的冷气 冰箱或电视等 每台补助2000元 另外热水器 自然排气和瓦斯炉 每台则补助1000元 其实不想排队的民众可以透过能源局的节能家电客服专线来询问 或改采邮寄 网路店会补助款的方式 另外补助活动到明年2月29号结束 虽然强调预算用完为止 但经济部强调会尽可能争取到活动截止日前结束 要民众不要抢人人有机会 记者黄立委刘翰林新北市报道 天气慢慢变冷了 高雄一名六十多岁的富人 一个月喝了太多的鸡精跟姜母茶 造成了肾衰竭 紧急送医洗肾 医师就提醒 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的民众 进补要适量 否则补过了头反而会对身体有危害 桌上的鸡精和姜母茶 是冬天常见的营养补品 但高雄软综合医院 收治一名六十多岁患有肾脏病的富人 因为连续一个月每天早晚 喝鸡精和姜母茶出现肾衰竭 紧急送医洗肾才救回一命 那段时间肾脏受损了 然后你要吃了鸡精 然后鸡精的话 让他肾脏功能不好 甲离子排除有问题 然后又喝了姜母茶 那甲离子就更容易高 我想他的一个整个 一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市售的鸡精饮品 一项是国人最容易取得的 营养补给品 尤其是中老年人 如果天气冷或疲劳 时常会和鸡精补充体力 一是警告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三高危险群 在补充营养的同时 绝对不能过量 那蛋白质的含量如果过多 其实对于肾脏功能 不好的病人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如果说加上 他可能又有服用一些 比如说中草药或怎样 那可能更复杂的情形 那可能很容易造成肾损伤 医师也提醒 一般人只要营养均衡 生活习惯良好 入冬后偶尔进补就好 不要过量 另外因为天气逐渐变冷 民众吃火过机会增加 针对热量和营养成分 也要精打细算 可别吃补不成 反倒毒害身体 记者李慧 陈显坤 高雄报导 桃园新屋保龄球馆大火 造成了六名消防队员训局 再过一个月就要戒满周年了 训局消防员的家属 跟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 昨天找出了新市政 希望检察官能够重启调查 找出真相 红着眼眶忍着悲伤 眼泪却不听使唤 2号上午 行屋大火殉职消防员家属 跟着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 二度来到桃园地检署 欲请检察官面对社会争议 重启调查 行屋大火的争议 其实是在说火灾发生之后 我怎么派消防员进去 跟没有办法带出 让他们带出火场的 现场抢救的问题 进去火场里面 他必须是要有安全观去进行管制 第二点 你水袋没有水 现场的人怎么怎么撤离 新屋大火再过一个多月 就满周年 交属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 走出丧子的阴霾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 提出新屋大火现场新市政 第二度来到桃园地检署地状 要求查出真相 悲剧不再重演 为了抢救财产迫使生命无辜消逝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 强调新屋大火反映出的是指挥体系失灵 和常年人力不足等消防体制的弊病 应该要从根本改进 此外他们也预告 如果迟迟得不到真相 将在明年新屋大火周年那天 展开更大的集结活动 记者张书云桃园报道 防堵禽流感 防检局规定 所有的家庭要离场屠宰时 都必须减负受医师所开立的健康证明书 不过却发现有受医师涉嫌未造文书 开立假证明 把已经染病的家庭送到屠宰场 成为防疫漏洞 今年初国内爆发禽流感新型高病原病毒H5N2大流行 为了防堵 防检局从1月28号要求情场的家庭要离场屠宰时 必须减负受医开立的健康证明书 但是1月初防检局接获屏东 有屠宰场通报机制异常 确诊是感染高病原病毒 追查之后却发现 健康证明勾选的是健康 涉嫌造假 这位兽医疑似一个月内开立300多张证明横跨六线市 防检局表示已经将兽医跟四组医伪造文书移送法办 学者指出受医做不实证明 加上扑杀补偿金额 现在从全额回归到原本的六成 许多四组通报疫情的意愿降低 担心漏洞会越开越大 这个疫情的控制很大的一个障碍 续组不把他发生病的情况报告出去 你受医又造假 那这不是更严重了吗 防检局表示扑杀补偿金额 依法恢复成最高六成之后 还是有通报案例 认为四组没有不通报 而目前开立不识健康证明 已经累积15件案例 防检局呼吁四组不要以身试法 否则会被重罚5万到100万元罚还 记者有你们陈立峰台北报道 渔月署执行我国渔民捕获鲨鱼 必须要起步离身 以符合国际对鲨鱼资源的保护政策 不过海巡大队却连续在成功渔港 发现有渔民把捕获的鲨鱼肢解 鱼鳍跟身体分离违反规定 海巡安检人员进入东港级的这艘渔船冷藏库 拿出一只只被肢解的鲨鱼鱼鳍 也就是俗称的鱼翅 但找不到完整鲨鱼的身体 违反了我国对鲨鱼永续利用所采取的 齐不离身保护政策 而且上星期和这星期各查获一起 违规现象频繁 成功渔港当地在太平洋近海捕鱼的渔民 都知道这个政策 但渔民说有时候船身太小 鱼货一多 船上冰箱容纳不下捕捕的鲨鱼 不得不把骑身分离 比较容易冰存 分开来它是要冰 还是要冰仓 较快 渔民说还是会担心肢解鲨鱼 违反规定被法办 不过海巡安检人员说 他们会依鱼业署法规检查 再以实际骑身分离的程度 判定是否违法 那我们主要会取缔的话就是 你很明显的鱼鳍跟身体 已经完全分开放置 包装 或者是你的那个鲨鱼的鱼身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去辨识被肢解了 渔业署强调目前规定 只有冷冻鱼船可以割掉 非保育类鲨鱼鱼鳍 但要绑在鱼身上带进港 其他冷藏设备的鱼船 可以切鱼鳍 但要连在鲨鱼身上进港 一旦违法 鱼业署将钓扣鱼船执照一个月 船长也要钓扣船员手册一个月的处分 国际消息来看 在巴黎恐怖攻击之后 各国强化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 美国国防部宣布要加派特种部队来协助 而德国国会也授权军方上千人支援联军 美国国防部长一号向重院军事委员会表示 将全面跟伊拉克政府合作 在当地部署特种部队 这支部队随时可跨界进入叙利亚 协同库德族军队 实行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 卡特没有说明派出的部队人数 但有消息来源指出将是一支200人的部队 德国国会则授权军方动员1200人 支援联军打击伊斯兰国 但不参与轰炸跟作战任务 这将是德国二次大战之后 规模最大的海外军事部署 目前联军对伊斯兰国已经发动过8556次的空袭 其中6680次是由美国执行 英国国会二号也将就加入叙利亚空袭任务进行表决 由于工党开放党内议员自有投票 渴望在近六成议员支持下通过 为了齐心对抗伊斯兰国 美国总统欧巴马利用出席巴黎气候会议的机会 充当俄国跟土耳其的合适佬 他在跟土耳其总统爱尔多安会面时 强调土耳其有权捍卫领空 但希望两国的争执能够降温 透过外交途径解决 土耳其表示有意跟俄罗斯环节紧张关系 为了报复土耳其极弱战机 莫斯科当局禁止部分土耳其食品进口 俄罗斯总统普廷还表示掌握情报 显示伊斯兰国的石油是透过土耳其输出 为了保护油源才会极弱俄国战机 爱尔多安回应如果指控属实他就会下台 记者陈秋梅报道 去年12月一架亚航班机从印尼飞往新加坡途中坠毁 造成的班机上162个人全部罹难 印尼官方公布了调查结果 证实是机舰故障 再加上机师操作缺失造成罪击 亚航一架空八A320班机去年底从印尼四水飞往新加坡途中神秘失踪 救难人员后来在爪哇海发现飞机残骸 机上162人至今仍有56人遗体尚未寻货 印尼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一号公布调查结果 发现主要是机舰故障两货 原来机上的方向座线动器焊接接头出现裂缝 导致电力供应短缺而失效 同样的问题在飞行途中出现四次 而在此之前的一年内出现了23次 竟然都没有解决 调查报告指出 当飞行途中出现机舰故障时 其实并未遵循飞航守则处理 而是启动断路器 导致自动飞行状态解除 进而造成飞机脱离正常飞行 最后失速坠海 其实训练不良 操作适当 显然也难辞起咎 凌弹者家属在近一年后 终于得知调查结果 要求亚航立刻改善缺失 别再罔顾人命 记者在蕙明报道 十点全记录 征服天空 跟着大卫爱登堡飞向天际 看看这个世界的天空里 有什么野生动物 过着自由翱翔的生活 他们又会遇到什么生存危机呢 周四十点全记录 征服天空 就在公共电视 一杀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 2000年编舞家林立真 推出《花神记》 以四季更迭演绎生命过程 其独特的舞蹈与会 在空缓间 迸发出巨大能量 2015年《花神记》 三度在国家戏剧院演出 15年的时间流逝 变化的是什么 不变的又有哪些 公式艺文大道 与您一同深入 林立真老师的空缓境界 欢迎回到首语新闻的现场 为了要协助用户有效的解水 北水处推动智慧水表 未来透过APP 就可以随时掌握用水量 引体前将会先针对 100户用水大户 来试办安装 将软体和显示系统结合的智慧水表 装设在台北市文山区的 新龙公共住宅 住户只要点开水表APP 就能及时掌握住家的用水量 而且这个水表还有 侧漏的功能 民众很快就能发现是否漏水 不用等到水费账单 来了才惊觉 目前加加户户使用的机械式水表 只能记录累积的使用量 往往得靠超表人员每月记录 通常得等到账单寄来 才能知道用水是否正常 而北水处预计明年一月调涨水价 首当其冲的是一千八百户用水 在一千零一度以上的大户 原本每度收费只有七点六元 未来将调涨近三倍来到二十元 每月的水费会增加三万一千六百三十八元 万一发生漏水以每月漏水两万度来算 费用将高达四十万 因此北水处十一月起开始替一千八百户 大户装设智慧水表 目前已经完成包括军越酒店台北101 市立动物园等八十户 预计明年底大户可全部装设完成 百分之三十几的用户水费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些部分 能够提供大用水户甚至是企业用户 能够有更多的动力来投入这个节水 北水处表示这一千八百户大用水户智慧水表的费用 都由北水处支付 以使用年限八年来算 每户成本约增加两万元 另外北水处也将针对新建案推广智慧水表 不过费用需由建商自行负担 记者卫尔林国宏特报道 出外旅游总是会碰到很多的问题 除了观光局设置的旅游服务站之外 现在也有100多个地方业者一起加入了借问站的行列 台北市市林老房子改装的老饼店吸引许多国外观光客到访 也因为在这里已经落脚百年 市林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店家也可以告诉旅客 在地店家挂上观光局的借问站招牌 就成了旅人的资讯站 还有文创业者也加入 桃圆的传统香铺还有老外来问路 问到把金纸搬回德国 我说你确定要买这个东西 你也知道他是要干嘛的吗 他说我知道 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带回去他德国的家里后院 能够祭拜他的祖先 目前观光局的借问站全台已经有110家 台东的都兰派出所 也因为有太多旅客造访 变身借问站 不过如果服务不太好 也有淘汰机制 有游客去有一些抱怨 那我们可能就会有神秘客去走 在年度的时候就把它退掉 观光局表示借问站也算是另类商机 因此也会筛选业者的位置及环境 还要提供免费上网 目标是明年达到全国200家 记者林正午郭俊玲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追求长生不老 逃避死神的故事 透过这出追求永生的古老童话 让你我和孩子 学习珍惜当下的幸福 公司只有会员付30元邮票 免费索取演出票券两张 详情可扫描QRCO公司网站 或播02-2633-2000 转9 你带出去 没带回来的可多了 别说 你来啊 这是你共产党 我刚打了两百多克才取下那么钱 对他多处置啊 我不是共产党 我一定是 我不是共产党 我可以打了? 你来啊 有什么没有 你是普sin党 你这些当地都没放得本来 你这一升